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保基金讲记 应顺导师保基金讲记里面的135页 135页 那么135页我们就可以先看到科判 有科判 那科判的部分呢我们就对照我们发给各位的科判表 那科判表里面呢 他第一个就是讲到 135页讲到赞菩萨殊胜有没有 那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赞菩萨殊胜之处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的科判表里面 十一圣身中观的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明正观真实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赞菩萨殊胜 所以呢这一段比较容易懂 是因为透过了什么 很多的辟语啊 很多的比喻 那么来让我们理解 前面所讲的这个封观的部分 好那么菩萨有什么输胜之处呢 那么这里有八个输胜之处 有没有 所以透过科判表 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容易掌握整部经的一个架构 还有它的重点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生长佛法 输胜 对不对 第二个呢 福字广大输胜 种姓尊贵的输胜 还有呢 初心稀有的输胜 苦力众生的输胜 出生如来的输胜 那么众生福田输胜 那么最后一项就是什么 生闻依止的输胜 生闻道它还是依止在什么 菩萨道上的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输胜之处 好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生长佛法的输胜 那么这个部分呢 它又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不断结始 不断生子 有没有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什么 不断结始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在135页 135页的地方呢 135页不断结始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回头看这个前面就很清楚 它为什么会这么写 丁一丁二散菩萨书胜 是不是 物一呢生长佛法书胜 其实还有物二物三一直到什么 物八对不对 那么这个几一 还有个几二 几一就是什么 不断结始 几二是什么 不断不离生子 不离生子 所以如何的生长佛法 这书胜 有两个重点 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叫做什么 不断结始不离生子 不断结始不离生子 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看经文 好 这个经文呢 佛陀对当机者 家社大家社尊者 佛陀就说 家社 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 从本以来 无有事处 这里就做了一个比喻 说种子呢 如果放在空中而能够成长的话 那么是不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种子是不是一定要放到 那个土壤当中去啊 不仅要有土壤 还要有养分 还要有水分 是不是 还要 中间当然还要有空气 种种 中多的因缘和合 那么这种子才有机会 怎样发芽 生根发芽 长大茁壮 但是如果说把这个种子 放在空中 而它竟然能够长出来的话 那么从本以来 无有事处 是不是 所以说从来没有过 那么也就是种子 是不能在空中能够成长的 那么菩萨取证 亦不如是 菩萨的取证呢 也是如同这个种子一般 如果菩萨它取证 证了空性的话 菩萨如果证了空性的话 它能不能再继续的成长佛法 反而不行的呢 菩萨取证的话 是不能再成长 我们会觉得奇怪了 我们不是要物证吗 要证道吗 要体证是不是 那为什么菩萨不能证啊 因为一旦菩萨证了空性 它是不是就可以了脱生死了 它在了脱生死就如同童子在空中一般 是没有办法再成长的 所以其实以前也讲过 只有声闻它是取证 声闻法它可以用取证的方式 但是我们说菩萨呢 就是用忍的方式 那这字很流行 是什么 解析用忍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说菩萨它还是什么 它是用忍的 什么叫忍 它是非常深沉的确认 其实这个忍是一种很深沉的确认 他们以前也讲过 菩萨在 在生生世世的生死之流当中 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菩萨它用什么 它用忍畏的方式 什么叫忍畏的方式呢 我们说从什么 柔顺忍 从音响忍 第一个要音响忍 然后柔顺忍 乃至 我们在这个点上是不是一直用什么 无声法忍 这个阶位正是什么 无声法忍 所以我们说它其实都用什么 用忍的方式 它这个忍是忍耐的忍 而是对佛法的深沉的确认 所以我们说菩萨它是不是必须要升官 才能够怎样广行 升官 那如何的升官呢 就是透过什么 中官 或者就叫做什么 正官 对不对 好那如何的升官 你刚刚是不是要透过音响忍啊 现在是不是在做音响忍啊 听经文法其实是这种音响忍啊 那这种 就是说它不是说忍耐这样子的噪音 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 而是透过 听经文法对佛法很深沉的什么 确认 那其实不只是深沉的确认 还能够调柔自己 如果我们真的懂因人法的话呢 我们不会再怎样 自以为是 也不会坚持己见 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对 会不会这样子啊 如果觉得自己对的话呢 没有资格行菩萨道 你就会自以为是嘛 以自己为主的时候呢 其实是无法怎样行菩萨道 所以透过音响忍之后呢 其实是一种什么 柔顺忍 那为什么愿意柔顺下来 是因为对佛法深沉的确认 为什么说深沉的确认 因为佛法所讲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可以体验得到啊 是可体验得到的 乃至于说我们真的 越去升官的时候呢 我们常说 就是那种潜水的能力啊 越能够潜水下面的海水 是不是越平静啊 你就比较不在乎说 浮到水面上 是不是又波涛汹涌 当你能潜水 你是不是也很能理解说 上面波涛汹涌也必然的 但是我们在波涛汹涌当中 我们不会在那边就 就晕船晕在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说 虽然上面 波涛汹涌 这个下面是不是平静的 对不对 它是平静的 为什么是平静的 所以我们说 如何让我们的心 能够平静下来 是不是如果都平等的话 我们是自然会平啊 我们常说路见不平啊 气息的人是不是 往往是因为不平其烦恼 对不对 就很想改革 很想如何又如何 然后就哇 这个心浮气躁的 一直想往外去追求 所以透过 这个佛法的确认 那么其实是什么 是不是对法性的一种 生存的认定 这个波涛 祈福的表面 说实在是什么 是法相的问题 是法相的问题啊 现象的问题 波涛汹涌的当下 是不是法性依然如此啊 那为什么要谈到法性 我们说法性空会 是不是 那一旦法性空会的时候 我们说 其实就是在讲什么 性空 佛法最可贵的智慧 就在于什么 法性空会上面 就是在性空 原己性空的原则下 是不是所有一切 没有一件事情不性空啊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性空的 所以但是性空的 我们就说它是不是平等的 不管外在的现象 是生 或者灭 是生 或者解 对不对 乃至于是灭 或者暗 这些是不是只是现象啊 因为现象上的不平 所以我们不是落这边 就是落那边 对不对 有生有灭 有明有暗 有生有解 有善有恶 这是不是现象 但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深入法性 要怎样深入法性 生是不是性空啊 灭是不是性空 真性空 简性空 明性空 暗也是性空 好 那么我们说对写 性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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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很麻烦 那怎么写比较简单 你不是用不啊 你不是用不啊 不 无 空 非 这些都是 在谈什么 法性空 所以直接就用什么 不生 不命 不增 不解 不明 不爱 行不行 可以吗 花不开 开不屑可以吗 蛤 花有开有屑是什么 现象 是不是 有开有屑的现象 但是如果说花开 是不是性空的 花屑是不是性空的 什么意思呢 它开不是永远不变的开 屑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屑 它屑之后是不是又含长了种子啊 这种子又散播出去 它是不是又继续去开花结果 但是开的当下 它不是不变的开 它是不是也 分分秒秒 倾向于什么 凋零 枯萎 它有没有固定在那里不动的 所以过去我们学佛的时候 也会想说 学佛都很想要有超人的能力 有为不先知的能力 所以对神通都会很有兴趣 对不对 但是佛陀一直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去追求神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怎么样神通 你也没办法去阻止花开花谢 你或许可以阻止一盆 两盆 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 所有大自然间一切的花开花谢 都在你的什么神通控制之下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因为所有这些花开花谢 是不是透过因缘法 不止花开花谢 人是生是灭 是不是也是透过因缘法 人种的聚合离散 是不是也透过因缘法 是真是简 是不是也都是庆空的 无法 无法预估的 也不要去追求它是不变的 真 也不可能 所以有一个比喻 给我很深的体会 你看一个东西 我们说 这个就不一定叫粉笔了 因为我现在不是写它 就不叫做粉笔 我们说这个东西 我一丢 有什么现象 是不是一个抛物线 不可能一直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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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可不可能它不下来啊 啊 不可能 抛出去到最高点 它终究会 是不是会掉下来啊 这个是不是合乎音缘法啊 这个都合乎音缘法啊 所以 想到这个我们就会 比较心平气和就是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起有福啊 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它是抛物线的 爬到坡风又跌到谷底是不是 跌到谷底又爬到什么 这个巅峰 就是这样子一波一波一波的来啊 它是必然的 所以那个爬升有没有绝对不变的爬升啊 跌落有没有绝对不变的跌落啊 没有 它是不是都是信空的啊 嘿 所以 很多的现象好 这个不升 是不是有升有成呢 现象上有升有成 对不对 刚才不是这个东西升上去之后 又沉下来了 但是能不能讲不升不成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因为这个不是在讲什么 信空 所以要谈到信空的部分呢 它才是可贵的 它才 我们才可能去怎样透视佛法 深入佛法 这个部分是升官的部分 是难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 把它厘清的话 不会太困难 就是 所以不升不成 是在讲法性还是法相 法性 有升有成 是讲法相 是不是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们说人 不升不灭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是在讲什么 法性 嘿 不错 大家很有善根 那这种善根是怎样 是不是先听过 是不是先用听来的 音响忍 而且听过之后还要点头 这叫认定 是不是要先透过对观呢 音响忍 不只听还要忆 同意 所以这个同意 这个忍其实就是一种认定 佛法讲的没错 但现在不只是理论讲的没错 回去还要怎样 实践呢 这个 景气 是不是也有 也有高有低啊 所以在高的时候 也不用太得意 对不对 在低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 景气不好 有景气不好的 那个生活方式啊 你可以不用一直在事业上 不断的追求 我们反而比较有机会 等一下 充实我们的内在 对不对 有时候景气太好 我们就追着物质 追着赚钱 就这就不够了 哪有时间听经文法 所以有时候也要感谢景气 不怎么好 对不对 所以 我常会觉得佛法最可贵的 在于转化 转化的能力 这种转化的能力 是不是从法性空会来的 因为它没有绝对性 你都可以转 是可转的 逆境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也会变成 这个顺境也会变逆境 但是有智慧 逆境能不能变顺境啊 可以哦 比方开车的时候 上面都放着这个 佛法的录音带 或念佛的录音带 是不是 刚才当你塞车的时候 你反而很高兴 对不对 因为我才有机会听啊 不然我们就匆匆忙忙 就一定要赶快上班 赶快到达目的地啊 我们哪有时间说停顿在那里 当我们塞车停顿在那里的时候 你就享受那份的那种 宁静 对不对 你可以跳出去 家庭 事业 暂时等下 放下万人 你在当下 你是不是就可以 深入在那种佛法的领域里面啊 这是一种转化 哎 它是一种转化 是一种转化 所以佛法最可贵的呢 它就在一份的什么 转化 那这种转化呢 透过音响忍 认定 懂得怎么去利用 之后呢 不只理论的 我们自己的个性 也要调柔下来 我们不再认为什么一定是对的 什么一定错的 什么一定好的 什么一定不好 能不能讲不好不坏啊 哈 可以哦 是可以哦 对 我们本来会觉得有好有坏 是什么 像还性 对 但是我们如果说 哎 不好不坏呢 法性 没有绝对的好坏 好的 没有智慧变坏的 坏的 有日会变好的 是不是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转 信空 就因为信空 所以我们会 哦 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信空 所以千变万化嘛 是不是 所以可以这么样子的丰富 就因为信空 所以信空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理解了信空之后 很多事情可以比较看透 不及友情的生命 整个三个大地 是不是还是信空的 对不对 放眼望去的这一切 是不是都信空的 他都是信空的 那这种信空就是说 已经不只看到表面的什么 现象 不只看到表面的现象 而是我们能够怎样 深入法系 能够深入法系 所以我们说菩萨 他是透过什么 忍畏的 从阴侠忍到柔顺忍 也知道什么 无声法忍 菩萨从来不用取证的方式 但是我们说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是不是用取证的方式啊 才能够不受后友嘛 他如果证什么 证空 怎么说 能不能解脱 他的职一定要在什么 空意上面 他不一定透过信空的观念 信空的观念 其实是大圣佛法兴起之后才有 欧函啊 或者这个原始佛教的时期 他并不是直接用信空 而是用什么 苦 空 无我 这些是不是都是空意啊 他是空意 在讲苦啊 无常啊 无我啊 乃至涅槃极迹 三法印是不是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迹 那个都是在怎样 验证空意 一识相印 是到大圣佛法才有 到大圣佛法 那么整个会归起来 这个叫做什么 信空 信空他就通了这三法印 他就直接通了三法印 所以他透过信空 但是呢 他有个交集就在什么 就在这份空的直 但是我们说 神文圣或者菩萨圣 对空的体会的量不同 直都一样 直他都必须要 我们能不能解脱 要透过有没有空的概念 信空的概念 或者有没有空意的概念 有没有空意的概念 才有机会怎样解脱 所以我们说 神文他就是正空 取正 正什么 正空的关系 他就能够怎样 脱离生死 取正 空意 那么能够怎样 所作皆半 不受后有 是不是 那么他就 以他个人的涅槃为满足 因为他的目标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说菩萨呢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 涅槃之境 而还想要为更多的众生的话 那么他就不能怎样 不能取正 因为一旦取正 是不是就脱离了生死啊 一旦脱离了生死 就脱离了什么 众生 一旦脱离了众生 就没有菩萨可言 所谓的菩萨 它是融在众生当中 不能说我单独 我去行菩萨道 有没有可能啊 没有人说单独行菩萨道的 菩萨道一定在什么 在群众当中行 而且是 不是我这辈子 行好菩萨道就好 菩萨道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所以后面也会讲到 为什么菩萨比 生文还要殊胜 就是因为他生生世世去累积 有位法师他就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 假设我这辈子 我有能力我赚一百万 但是有个人说 不是他说 我这一年赚一百万 那有个人说 我不一定我这一年要赚一百万 我如果我一年赚十万 我赚十年 我不只赚十年 我可以赚二十年 说不定我赚到三十年 他是不是累积起来更可观啊 是不是更可观 因为他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去累积 他四五百万了 比你一年赚一百万 是不是累积起来更多啊 那这比喻就是讲什么 生文他就是我一生举办 取证了 不受后有 我纵然我修了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他是不是有限的功德啊 但是菩萨道呢 他发跃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的累积 是不是累积起来比他更多的多啊 而且是无限啊 是无有止境啊 甚至菩萨的大愿大到什么程度 众生借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愿乃境啊 就因为众生业没办法境 这个烦恼也没办法境 所以我的愿是不是就无穷无尽啊 菩萨的大愿就无穷无尽 这个是不是非常大的愿啊 对不对 所以菩萨他的功德之出圣也在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什么 不是只有这一辈子 所以菩萨他不是用正的方式 而是用什么 忍畏 用忍畏 尤其我们说 我们现在都做 就是这两者 能不能到无生法忍 不是我们追求来的 而是怎么样 因缘能不能会所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点点滴滴 我们所做的是不是都因缘法之一啊 只是其中的因缘而已啊 只是其中的因缘而已啊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汇集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 其实这两者 对不对 因缘忍之后的什么 柔顺忍 改我们自己的脾气 个性啊 所以我们常会觉得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样 被自己的个性所怎样 所掌握住 如果我们能够改我们的脾气 我们的个性 其实我们就在改变命运 乃至于我们不是只有这辈子想修功德 是不是也希望生生世世 能够不断的修功德啊 所以菩萨呢 他不是取证 那一旦取证就像什么 种子跑到空中去了 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土壤嘛 菩萨的土壤在什么 是不是就是众生啊 所以菩萨他出乎离而怎样 不染 这是最可贵的地方 又要在众生当中 又不要被众生染拙 对不对 如何不被众生染拙 金刚经其实就叫我们说 佛所众生极非 众生是名众生 是不是 免得没能力去度众生 被众生度去养 就是说不能在乎众生的多挂 不能在乎众生 一味的只有去随顺众生的话 其实是不是还是透过佛法来随顺啊 他是要有智慧喔 所以导师也讲嘛 他说 这个修福报是很好 修福报不在众生当中是没办法修福报的 那么怎么办呢 不可随俗啊 不可流俗 修福报不要流俗 这个就可惜啦 如果能够伏慧双修是最好的 有智慧的话会不会流俗啊 不至于流俗 因为我们会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导师也讲嘛 他说做学问也很好 但是不可傲慢 修行也很好 但是不可怪异啊 不能修的怪怪的 怪的怪气的修行 千万要小心 不能修了以后就不食人间烟火 自己盖隔壮把人都没修 那个有够麻烦 其实我们所谓的修 是放下身段 为什么能放下身段 因为理解姻缘法 其实也不是放不放下身段 而是就是所谓的柔顺人 我们就是随顺姻缘 我们也不过只是众生姻缘之一而已啊 是不是 不是以个人为主的 而是融到众生当中 而是融到众生当中 所以导师在一个比喻里面 我也是非常的感动说 导师就在讲什么叫做涅槃 我们很难去理解 但是我导师就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能力都很有限 只像一滴小水滴 这个小水滴呢 它的寿命是不是很短啊 一下子被蒸发了变气体 一下子又被凝结成固体 也是一块小冰块 气体也是一团小气体而已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很苦短啊 就在那边生生命命 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滴小水滴吊到大海里面去呢 吊到大海里面去 汪洋大海 是不是一滴一滴小水滴组合出来的啊 但是我们真的到海边去看 我们真的去玩水的时候 你是不是发现那个海里面 有没有一滴一滴小水滴的界限啊 没有耶 我们现在众生一个一个 我们都有界限是不是 我们都足了自己的围墙 保护自己 对不对 其实呢我们要学习这滴小水滴 我们要让我们如何的无量寿 是发生会命的无量寿啊 不是我们设身寿命它是有量寿的 如果这滴小水滴融到大海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大海里头 再捞回同一滴小水滴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长江的水流到太平洋 黄河的也是 对不对 但是全部流到会归于大海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分是长江来的水 还是黄河来的水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扩充我们的什么 心量 我们心量的如何扩充啊 透过信空 砍掉我们的界限 砍掉我们的防卫 砍掉我们的我值 那个心量就会不断的不断的怎么样 扩充出去 我们要想到的是众生的什么平等 是因为怎么样 因缘法本来就是平等的啊 那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平等啊 就因为自信妄直啊 对不对 我们自以为是 我们以为自己是独一不二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我慢的心会很强烈 那在禅观里头 要对峙我慢的心这么强烈的时候怎么办 就说这个不是唯一的我 他是四大甲合出来的我欸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我 其实是不是众多因缘合合出来的我啊 从五蕴 从十二处 十八戒 从很多很多的角度来看 从五脏六腑 从千千万万个细胞来看这个我 他是不是唯一的我啊 不是 是不是因缘甲合出来的我啊 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是不是众多因缘合合出来的 没有哪一个是不变 固定不变的我 所以透过无我 其实才彻底能够解决我们个人的什么烦恼 所以所有的无我 就是我是怎样信空的 所以叫做什么无我 有我的像 对不对 这回在这边讲课的样子跟以前讲课的样子一样不一样啊 肉眼看一样不一样啊 差不多吧 他两个礼拜的那种老化的现象大概肉眼还不是看得太清楚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透过思考说确实老化两个礼拜啊 有没有 整个头其实就是什么 音响忍啊是不是 透过生意思考思考 再透过眼睛看一看想一看 嗯 所以这种忍忍 其实它是一种认定 先透过理论的认定 之后 我们还要对自己 很深层的自我去做确认 这种很深层的那种 对因缘法的确认之后 我们是会柔顺下来的 不是唯一的我 不是不变的我 不是我能主宰一切的我都不是 对不对 我们希望一个家庭的和乐 我们也只是其中的因人之一啊 对不对 也必须大家都愿意和和啊 不是我们自己想把大家 硬要把他们和和起来 跑出一个硬要的时候就没辙了 就没辙了 反而是怎样 是调柔自己之后 自然慢慢慢慢的去改善 不再自以为是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啊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人修养好不好 所谓的修养好不好 在于他的什么 心胸度量大不大 是不是 他的眼光 短浅不短浅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的这个脾气啊 种种他是不是温和的柔软的 这是不是才是修养好啊 对不对 才是让人家能够去怎样去感受到 才能够去摄受到什么众生啊 对不对 我们在家里能不能摄受我们自己的 先生或者孩子 那个太太或者孩子或者公婆 那其实是透过柔顺的方式 是柔顺的那种气质啊 让人家怎样愿意来跟你和和共处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 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柔顺的 所以以前我常讲说 我以前觉得啊 我学某瑞里就觉得说 哦 那个是很有智慧的 以为很有智慧之后是盖哲胸的 是别人都比不过我们的 那还是错误的啊 是不是那种我慢的心还是出现的啊 没想到所谓的某瑞法门 就是在讲什么 柔顺人 就是在讲柔顺人 如果我们真的很清楚因缘法的话 我们自然会调柔下来 所有一切不再以自己为主了 不是 不是哦 而是以大局为主 是不是 以大局为主 以大众为主 自然柔顺你不会再坚持己见 哦 所以这里就说 你看哦 菩萨取正义不如是 有没有 就如同什么 上面所说的那个种子 跑到空中去 因为你与空相应相弃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就脱离了众生啊 就这个种子脱离了土壤 能不能再成长啊 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菩萨跟身文很大的不同点 所以呢 这里说 增长佛法无有是处 有没有 如果菩萨取正 那么 就如同种子在空中 这个菩萨但取正能够增长佛法的话呢 终无是处 有没有 是不可能的 菩萨要如何的增长佛法啊 是不是要在群众当中啊 在生死流之内啊 对不对 所以 这段 它的一个重点就在怎样 不断结始 有没有 我们说如果断结始 是不是就出离生死啊 所以菩萨不断结始 菩萨是怎样 流祸而认生 就是 它会 会留下那个 比较细微的祸 那这个祸做什么呢 能够感应生死 感应生死 在生死流之中呢 才真正的在行属萨高 所以菩萨并不是 急于了脱生死的不是 反而利用了生死 运用了生死 所以它不断结始 所以 佛陀就告诉佳瑟说 辟乳种在良田 则能什么啊 生长啊 种子在良田 是不是自然能生长啊 要它不生长 是不是也很难啊 对不对 种子在良田 要它不生长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但是种子 再好的种子 要它在空中生长 是不是很困难啊 几乎不可能 好 所以如是加设菩萨一耳 有株结始 杂世间法能成长佛法 能长佛法啊 有株结始 菩萨它还是保留一些结始的 因为一断结始就离了生死 所以在 第135页的倒数第3行这里 第4行这里也可以看一下 它说不断结始不离生死而能成长佛法 听来是不是有点稀奇啊 刚开始我们在讲的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了 是不是觉得嗯 所说甚是 还挺有道理的 好 因为这里讲说 正因为不断结始不离生死呢 才能够怎样成长佛法 好 那么在136页的第2行这里也是讲了 像弥勒菩萨来讲的话 弥勒菩萨上身经里面也讲了 说弥勒菩萨呢 他去凡夫生 就是他未断猪肉 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佛弟子人成佛无疑啊 所以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当然简单的说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但是应该说是不修生的禅定 还是要修禅定 因为太生的禅定会让我们厌离世间 容易厌离世间 有个人他这个习惯住在山上 他很愿意享受山上的那份宁静的时候 他不愿意走向人间 对不对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如果有的真的很孤僻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他喜欢很 比较安静的地方 他就会怎样厌离人间 厌离世间 所以这应该说 如果仔细地讲就是不修生禅定 不断细烦恼 出烦恼还是得断 这为什么不断细烦恼 为了感应生殖 只要有烦恼一定会感到下一辈子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菩萨的一个可贵之处 所以他这里说 第一行下面 可贵不断解释为菩萨道的什么 特圣 反而是他更特殊的夫圣之处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他的那个 生长佛法的夫圣之处 所以杂世间法 一定要杂世间法 因为菩萨他本来就是在世间法当中 但是菩萨他不能没有升官的能力就是 纵然在世间法里头 他还是清楚的是明白的 不会被这些现象给糊涂了 所以就像维摩节居士 他在节下安居三个月当中 人家都躲在那个经社里面好好修行用功 他偏偏要怎样到绿灯户红灯户的地方去广度众生 是不是 因为那些人才让他走进佛门很困难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 其实你应该去走向众生 对不对 但是他也要 他要有升官的能力 他有升官的能力才不会怎样 没把众生渡好自己被渡去 但是当我们能力有限的话 千万别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种真的要有升官的能力 对佛法很深层的确认 一旦对佛法很深层的确认 其实不会被世间法拖着走 就不至于 是清楚的是明白的 所以这种是不是能够用忍畏 那么其实也就在于法性空会的深层的认识 确认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不断结识的书圣 就是不断结识 就是说为什么能够成长佛法 一个不断结识 并且要怎样不离生 不离生 所以在 第137页佛陀又告诉 假设 他说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 菩萨亦不如是 于无为中不生佛法 假设譬如 悲失污泥中 那也生莲花 菩萨亦而生死 生死污泥协定众生 能生佛法 所以这里就讲到 其实不断结识就是不离生 他 有同级的部分 但是他其实是先不断结识 才能够不离生 他是 他是不依不义的 不是等同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先不断结识才可能怎样 不离生 所以佛陀也告诉大家设 他说就好像在高原陆地 我们想到在高山上 所以在高山上呢 那么就说 这水是会流失的 它是干燥的 那一旦没有污泥 这个水 就说没有污水的话 那么其实它长不了莲花 对不对 莲花一定在什么 在污泥当中 既然有污泥的话 它是不是挖的 凹的 是凸的话 你就没办法种莲花 对不对 如果是凹地的话 就有机会种莲花 因为它才能够聚集污泥 还有污水 所以呢 菩萨也是如此的 如果只在无为中 是不生佛法的 什么叫无为中 所谓的无为 就是跟真理相应相弃 跟无为 好 我们几乎都是在有为法 就是 所谓的有为为法 就是有心事作用的 想要如何去造作的 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有为法 那我们这个无为法呢 只是在 超凡入圣的这个地方 在超凡入圣的这个点 它等于是什么 去见到了所谓的无为法 在这个之前 都是有为的 这里的所谓有为就是有造作的 那如何的造作 心事的造作 心事造作呢 就能够造业 一旦造业就会感应生子 对不对 那所谓的无为呢 它就是 真理的现象本然如此啊 对不对 只因为我们造作 所以我们就偏离了真理 是不是 真理啊 好 因为我们都骑着嘛 颠倒 梦想 好 我们的造作当中 是不是充满了颠倒梦想啊 因为我们透过自以为是的观念 角度去看待这一切 我们去妄想 我想要如何又如何 因为那个妄想的成分 几乎是为自己 它是不是扎染了 一旦是扎染了 其实它不断地去感应生子 不断地去造作业力 那所谓的超凡入圣 那所谓的超凡入圣 我们说这里其实是什么 很重要的就是 它看到了正的什么 真理嘛 真理的现象 在这里清清楚楚的现前 它是无为法 所以那无为法它是离言法性的 它是无法言说的 所有的言说是不是都有为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为的造作啊 也是哦 只是我们在有为造作里面 我们自己要去抉择 善业要多啊 恶业要去怎样 能够去扶它 先扶 有没有 金刚针不是讲扶心菩提吗 先要发心之后 还有什么能力扶心 那如何的扶心 我们其实还是透过波瑞道理 远起信空的道理 来调伏 我们很难调伏是因为我们 喜福躁动不安的心 如何的调伏呢 就是透过信空 透过不二它才 其实要讲的也就是平等嘛 它这个是不是平等的啊 在步步当中其实是平等的 也就是在因缘法其实它是平等的 现象上 看起来好像是不平等的 对吧 看某些人为什么那么富贵 他为什么那么聪明 我为什么这么愚笨 他那么富贵 我为什么那么贫贱 看起来是不平等啊 那是因为我们眼光有限 目光如斗 我们最多只能看到这辈子嘛 我们看不到人家过去世啊 我们也看不到我们过去世 到底造作的什么业啊 整体的来讲其实是 那因缘法是非常的公平的 一旦这份公平我们是不是能够调伏啊 一旦我们发现说 这一期其实很公平的时候 我们需要不需要再去那边一直抗争啊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不会再去怨天尤人怨天堵地 都怨父母怨这个怨那个怨周公那里 我们经常碰到怨到周公 什么地理风水没用的喝水 我们会想想看喔 真的就说那个地理风水弄得再好 你说他真的不出那些不孝的子孙吗 到处啊 有时候青菜白白的 出咸孙孝孝子的也有啊 不是只是做红水的问题呢 不是啊 而是我们个人的因缘业力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结合成一家人呢 有特殊的因缘 对不对 有很深切的因缘才可能结合 只是把几个 不同的这种生命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他有交集 会交集在一起 有同样的因缘业力呢 共业 共业到一起 所以我们说没有共业 不可能共住 也不可能结为一家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不用太多的这个抱怨 真的是更人福报因缘业力的问题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 与无违法中不生佛法 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有在那个 正到真理就好 那就是生文嘛 他正出果 正二果 三果 四果 七来生子就OK了 他是不是就了脱了 他就可以解脱了 但是菩萨呢 并不是以超凡入圣的那个点 为满足 但是那个点上面 帮助我们释出 就是跳脱了世界的什么 束缚 暂时好像没有地心引力一样 我们这个一直都在地心引力的那个 那个控制下 不是 他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好像失重了 没有地心引力来束缚住 我们一直被生 时间被空间束缚住 被生死束缚住 我有在那个时候呢 他暂时不舒服了 好 阿弥陀佛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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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